全国人民都捐一百元,总金额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,可以高很多事。 一,找一个航空母舰编队。 大家知道航母从本质上讲,只是一个搭载平台。 本舰自身的防护能力较弱,很容易成为一个靶子。 这就需要众多战舰编程编队,才能形成整体防护力和攻击力。 配齐一个航母编队,大致,要有两艘护卫舰,四艘驱逐舰,一艘反潜舰,一艘补给舰,两艘攻击型和潜艇。 光护卫是不够的,舰载机才是航母的最大威力所在。 要是将航母舰载机全部配置到位,6.5万多航母大概能达在70甲哥雷舰载机型,包括战斗机、预警机、反潜机、舰载直升机等。 其总费用一般是航母造价的两倍以上,赵国产第一艘航母形成编队计赛大约如下,航母本身造价约50亿美元,各类舰载机约100亿美元,其他舰艇10艘约50亿美元,这样总预算在200亿美元左右。 1400亿人民币也就差不多够建造成本,后续的运行和维护成本就不包括了。 二、研发真正的中国芯,众所周知,中国在芯片技术方面受制于人,急需解决。 但为什么我们原子弹都搞出来了,一个小小芯片反而不行呢? 通俗的说,芯片研发有两大难起。 第一是试错成本太高,依次投凭费用至少几十万元,从IC设计,架构设计,电路设计,到加工生产,需要经过2000到5000到工序。 以此试错就长大约9个月的时间,金钱和时间成本太高,对芯片研发的成功率有极高的要求。 二是排除错误的难度太大,芯片的体积很小,下面却有上亿个经济管,能被测量的信号线顶多几百条。 数量不成正比,要想推断出是哪个经济管设计出错,更是难上加难。 由于有阿森的协议,在控制高新技术和设备出口,中国企业无法买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,例如制造芯片用的光刻机,还有抓力这条蓝路股,每颗进口芯片,都得交纳一定的抓力费用。 依华为美丽,十年来,华为累计研发费用,约人民币3940亿,业界估计芯片研发费用一般不低于1000亿人民币,时间不少于5年,1400亿元研发中国新是够的。 三,建设中国的半岛系统,美国国会审计部门,在近日公布的一组数据表示,美国在其陆基中断防御系统,JMD项目上已经投入了670亿美元,约此间400亿元人民币。 同时在美国的年度报告中,JMD系统,在美国新海岸的部署,将在增加14座时期总数达到44座。 根据统计数据,我们了解到,从1999年10月开始,JMD系统共进行了18次拦截试验,而且针对的还是速度较慢的中程导弹,美国对外宣布的成功率,竟然还只有50%,但据美国媒体透露,其成功的9次试验里,至少有3次是没有完全成功的。 这就令人相当尴尬了,美国人花了这么多钱,的反导系统如此不给力,我们现在1400亿元,要不要上罢这个项目呢? 4.建保障房,一致房价,保障性住房是指正所谓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,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,一般由联租住房,经济适用住房,政策性租赁住房,定向安置房等构成。 以北京为例,北京平股区保障性住房,4722元平方米,一般的房价是在4500元平方米的,相对于上半年的房价来说会更低,上半年的房价是在5200元平方米的。 保障房价格当然也要看地理位置的,我们以全国平均水平2000元每平方米计算,1400亿有可见7000万平方米,平均每套按70平方米算,可以投入市场100万套保障房,解决100万个刚需家庭住房。 而至国家统计区公布,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共计169408万平方米,其中住宅销售面积144789万平方米,占商品保销售面积的85.5%,2017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33701亿元。 其中住宅销售额11万240亿元,占商品房销售额的82.5%,从金额来说1400亿元,占全年住宅销售额的近13%,是一个足以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份额。 以上四项,你的选择是什么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